他还有第三个问题 以后叫问请同门不要问那么多 重点就好 对于心经里面的色即是空 地址可以从原子层面或量子物理学来理解 请问心经里的 空即是色 要怎么样理解 看不见的空在没有因缘产生时 为什么也可以是色 请问地址可不可以从大乐光明空心 是一体的角度来理解 比如说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充斥着空间 所以空就是色 你想的也差不多啦 不过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这是心经里面所讲到的 它们是一而不是二 有就是没有 有就是空 空也就是有 空也就是有 因为有是从空出来的 毕竟还归于空 空有是一不是二 空里面啊 空虚空里面就是有 我常常讲啊 像那个虚空本来是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现在有彩虹啊 我们看到了 有彩虹啊 有水啊 有水滴下来 有云啊 还有打雷啊 还有声音啊 还有下冰雹啊 都是从空里面出来的 但是它们到最后还是一样 也是空啊 本来就是一样子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你现在是有 结果还是将来还是一样啊 归空 空就是有 有就是空啊 这个理论啊 我讲过很多次了 其实我在讲的 就是讲空就是色 色就是空 讲来讲去都是这个问题 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你应该可以理解 色即是空 空就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佛经里面提到太多了 你慢慢去理解吧 如果还不懂的话 也不能讲